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即将说明 具有不同回收的 724的控制器的一个动作原理 必实际以724的一个回路来做一个说明 下列显示各种不同回收造成的气压式控制器 以自动控制圈中的一个心脑流程图 利用调整压缩弹环的弹力 可以使档板保持中立位置 当控制器输出端的平静气压 使气压式启动机及滑有实际的位置 以获得控制器间的一个输出等应有之Xs 当干扰发生时 而控制变数X起变化时 作用于档板上的力量不均衡 使控制器的输出压力 及调整机构产生抵消干扰的变化 图为干性肥瘦7s 批控制器应用以自动控制圈中 那我们批我们从这一个 企业律法一跟二这边来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从这边二输出之一大气端的部分 那一个部分我们调整进空气磨片这边的量的部分 然后辅助人员一样从右边的压缩空气 1.4K帕这边经过R1的接入孔来做一个调整 那同理我们这边产生的压力在右边的部分 有所谓的糖丸还有这个磨片所产生的压力 跟我们由节压调整机构调整的这个气体压力 经由凉度感测器转换出来 所产生的压力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 然后根据控制这一个胆板的位置 以达到我们设定值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形 根据商业自动控制圈图 这里的输出PA不只是作用于调整气动机构 它还要经分压管线上接触法 1.2的磨洞盒中从产生的输入力F1相反的力量 磨洞盒有一大一小的磨片在同一个连杆上 其面积分别为AL及AS 那磨片产生的面积差 那大小等于AL减掉AS 小磨片用来使通过磨洞盒这传递力量的连杆移动时内航保持气密 当节压法二完全关闭的时候 P0会等于PA 当节压法二完全打开的时候 当然P0的压力会等于0 在前开与前关之间的P0跟PA的关系会有个比例之7 其中西数C虽节压法二的开度成非线性的变化 输入力量F1很大时 以致胆板有相用将喷嘴堵住的趋势 那由于喷嘴堵住而使压力PA P0增高 立即有一个PA0的力来抵抗F1 阻止胆板相有移动来堵住这个喷嘴 以达到力量的一个平衡 好那形成力量的平衡呢 我们知道输入的力量 有感觉去过来的F1 会等于目动和产生的压力 P0乘A 外加我们所设定的谈缓的力量 Fs 会成一个等号的一个关系 那以P0乘上CPA带入 我们可以得到控制器的一个方程式 PA会等于C1分之以乘上F1减掉Fs 那我们经过CA移到左边去 我们得到F1会等于CAPA加上Fs 压缩堂皇的弹力Fs 应设定为单输入力F1 等于应有力 应有值的时候F1开始 其输出的压力 刚好为中间压力PA等于PAM AM就是我们的中间压力 那PAM也一样 带入原来的方程式 也是合乎其规定的 会等于CA分之一乘上F1减掉Fs 好因而得谈缓力Fs呢 会等于F1减掉CA乘PAM 已知带入控制器 方程式即可得到 PA减掉PAM会等于CA分之一乘上F1减掉F1K 那PA减掉PAM就跌入到PA的一式 那F1减到F1K就跌入到F1的一式 好就是P控制器的一个方程式 其中传输系数K等于CA分之一 只要是由接力化二来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是属于甘性回收P控制器 如果是一个PD控制器怎么做一个调整 我们在这个接流法的部分 在上面这边做一个接流法三的部分 原始这个PD控制器 然后在莫动法上面多一个除气化 其他的部分是维持不变的一个部分 那根据这样呢 我们呢一样可以导出他的一个数据的相关式 那应收压力经由解流储存系统的 解流三的 还有储期期SP1 逐渐升高起来 因而输入力的突然升高 最初会使输出压力PA突然升高 接着很快受回收压力增大了影响 输出压力又减小下来 在分压器的接流法的一跟二处 这里加了一个接流法 限制流入磨动河急除气槽的空气流量 因流过接流法三空气流量 延小于流经接流法二 排出大气的空气流量 那我们由分压器的反尘式我们可以得到 当然我们有一些部分还是要利用前面的一个反尘式来使用 得到ΔF1或者ΔPE乘上A 分压器ΔP0或者CΔPA 根据前面的关系 延迟增大的回收压力 T乘ΔPE的微分会加上ΔPE或者ΔP0 一个改变 那消去ΔP0跟ΔPE 我们可以得到T乘ΔPE的一次微分 加上ΔPE会等于C乘ΔPA 那我们把前面的值带进来 我们会得到CaΔPA会等于ΔF1 加上T乘ΔF1的一次微分 那我们把Ca除过去 我们可以得到ΔPA会等于Ca分之一 乘3ΔF1加上T乘ΔF1的一次微分 那从这个方程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F1的这个输出呢 跟ΔPA是简单 乘一个PD控制器的一个方程式 传输系数K等于Ca分之一 可以在截律法2来调整 比例时间TV等于T 可以在截律法2 3的地方加以调整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另外一个Pi控制器的一个部分 那除非软性回收Pi控制器 我们在这边呢 加把3的部分呢 我们移到4这边呢 加一个P2除去炒 加另外一个莫洞的地方呢 加一个截律法 其实跟前面是 跟原始的第一张图是类似的 且动作为你之类相似 只是在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为了变成Pi控制器 做一个修整的部分 输入力的突然升高 回收呢 所引起的莫洞核呢 右侧子的力量升高 被莫洞核左侧逐渐升高压力慢慢抵消 因此输出器啊 首先比例上升 接着慢慢的 在一个机温上升的一个现象 跟主机潮的关系 那根据力量平衡的方程式 是ΔF1会等于ΔP0乘A 简叫ΔPA乘A 那分压的部分是ΔP0 会等于C乘ΔPA 那我们可以得到 因此呢 这个增大的回收压力 如果关系呢 我们可以知道 T乘ΔP2一次微分 加ΔP2 会等于ΔP0 那我们消去ΔP0及ΔP2 我们可以整理的呢 所谓的这个 ATΔP2一次微分 加上ΔP2加ΔP0 会得到呢 最后得到ΔPn 会等于ΔP1乘3ΔF1加ΔP2乘3A 我们看下面呢 最后得到这个四值 这是个PI控制器的一个方程式 其传输系数呢 K会等于ΔP1 可以在ΔP2的部分呢 来做一个调整 那从此时间呢 TN呢 会等于T 可以在ΔP4的部分呢 来做加以一个调整 如果压力ΔP2呢 单位控制器的一个输出压力 即从上面注释中我们消去ΔP0及ΔP2 我们可以整理的呢 这个ΔP2呢 会等于ΔP1的积分呢 ΔF1呢 对时间的一个积分 那这个呢 是个很明显的一个积分的控制器 这是个I控制器的一个方程式 那积分的传输系数呢 Ki呢 就会等于ΔP1 那可以在节流法处呢 节流法的四部分呢 来做交易调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软性延迟回收PID控制器 那PID控制器 PID控制器 当然结合前面的PID跟PDA 我们呢 把30的节流法都弄进来 在两个呢 这个储蓄槽上面呢 我们的默片上面呢 加了两个储蓄槽 把两个部分呢 都把加进来的部分 其他的维持不变 进于右边呢 是磨洞盒呢 所产生的延迟回收PID部分 由既有更大延迟的 左边的MOTOI的部分 相抵消掉 那我们可以得到呢 一个力量的平衡的关系 ΔF1 会等于ΔP1乘A 减掉ΔP2乘A 那分压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得到 ΔP0呢 会等于C乘ΔPa 在默片核1中 延迟压力上升呢 是T1乘ΔP1的一次尾分 加ΔP1等于ΔP0 在默片核2中的 延迟压力上升呢 是T2乘ΔP2 加ΔP2 加等于ΔP0的部分 那我们呢 想办法把ΔP0 ΔP1 以及ΔP1 我们把它消去掉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 ΔP1 会等于 右边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式值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 以ΔF1 来看呢 有所谓的比例项 基因项 还有所谓的尾分项 那 这个就是一个 PID 控制器的一个 翻程式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式 还有ΔF1 跟ΔP1 之间的一个 R 关系式 那当然这种Δ呢 我们有时候称为 叫乌材状态变数的 一个表示方式 啦 好 传输系数K呢 等于C1分之1 乘上T2 减T1分之T2加T1 可以再解流处那2 调整 那从此时间呢 TN呢 会等于T1加T2 那解流处的室内调整 而比例时间TV呢 等于T1加T2分之T1T2 可以再解流处呢 三做调整 它们之间的调整值 会互相当然做影响 调整其中之一 会引起另外两个值的变化 所以PID控制器中的K TN TV 是很不容易单独调整的 而不影响其他的两个值 所以呢 有关于PID的这个 三个仓数之间呢 是有连带性的一个关系存在 那边课程呢 介绍是不同回收的一个 724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其中呢 包括所谓的P控制器 PI控制器 PD控制器 以及综合的所谓的 PID控制器 以724的一个结构呢 来做一个它的动作的一个 一集欢迎成是一个说明 好 谢谢